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佛系基督徒 说起佛系基督徒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佛系是什么 众所周知 佛系一词最早发明于日本 2014年3月 日本著名的女性杂志 NoNo 提出了佛系男的概念 并且定义了六个特征 第一 依照自己的步调行动 第二 嫌恋爱麻烦 第三 不想特别顾虑到别人 第四 完全不需要女朋友 第五 喜欢独处 第六 和女生相处会觉得累 我们知道 日本已经进入了一个低欲望的社会 就算日本每年出产 世界上最多最优秀的爱情动作片 依旧不能唤起很多人对生活的欲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看破了红尘 失去了斗志 而这种指代社会现象的词语 却逐渐流传开来 到了2017年 佛系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 出现了佛系青年 佛系生活 佛系购物 佛系恋爱 等等一系列佛系类的词语 到了2018年 更是被评为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而佛系也有了相对准确的定义 大致就是 怎么都行 看淡一切 无欲无求的一种生活状态 而今天又已经出现了 一脉相承的佛系2.0的版本 那就是时下最流行的躺平 今天我们不说躺平 还是聊回佛系 相比来说 佛系还是比较有文化和内涵的一个词语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 而佛系基督徒这个概念 我觉得远比字面上的含义更加深刻 由于佛系一词 源于日本 今天我们就从日本佛教说起 日本佛教源于中国 中国佛教源于古印度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佛教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开始传入 大约是中国的南北朝时代 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 迅速的发展壮大 大约是中国五代十国那个时期 由于频繁的王朝更替 国家开始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动荡 日本随之迎来了幕府时代 按照今天的说法呢 就是军政府 天皇也就变成了吉祥物 由于社会越来越不安定 民间的强盗与土匪描上了拥有丰厚财产的寺院 所以寺院为了保护财产 开始拥有自己的武装 然而僧兵的势力不断的壮大 军政府开始担忧会影响自己的统治 所以对寺庙加强管理 削弱武装变得尤为紧迫 到了江户时代 也就是我们的大清朝 日本实际的领导者德川家康 开始扶持本土的神道教 对佛教基督教进行了最大规模的镇压 而基督徒开始转入地下 只是表面上信仰神道教或者佛教 而几百年历史的佛教却没有那么好消灭 所以这些武士阶层出身的领导者 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将佛教世俗化 比如让和尚吃肉 让和尚结婚 甚至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 也可以修行 不仅如此 还逐渐将寺庙中供奉的神器 换成神道教中的神仙 对佛教不断的进行改良 其实比较类似于中国佛教中的观音 按照本土宗教的说法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前世是慈航道人 风神榜中记载 慈航道人是昆仑山玉须公十二金仙之一 后来由玄门进入了十界成为了观音菩萨 在西游记中是贯穿前后的重要角色 在中国民间有着极高的地位 甚至佛经中宣称观音是远古的佛 虽然本世的观音地位低于佛祖 但是前一世的观音其实是佛祖的老师 其实这也是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象征 就是拿本土的神仙代替 或者高于外来的神仙 用这种方式削弱外来宗教的影响 其实日本这么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算是误打误撞走对的 由于在日本僧侣有了再加期 初加期还可以还俗取期 这样的方式更接近古印度的婆罗门教 同样与现在泰国的南传佛教非常相似 所以更为接近最传统的信仰 以至于在日本 佛教依然有着非常高的受众群体 现阶段在日本超过70%的人信仰佛教 这些人的多数同时信仰本土的神道教 同时呢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参加宗教组织 也不参加宗教活动 最多呢 参加一点带有宗教色彩的婚丧嫁娶 所以在日本 佛教也好 神道教也好 与我们的拜观音 拜土地 非常相似 他们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信徒 他们也不拜佛 也不念经 也不打坐 宗教对于他们只是一种文化 一种传统 一种符号 所以在日本才有了佛系这么一个词语 因为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对佛教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随着佛系在中文世界中迅速走红 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虽然人们生活的压力不断的增加 个人品质和意志不断的倒退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佛系 越来越少的人属于战斗系 现在我们清楚了什么是佛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佛系 基督徒 虽然华人世界中基督徒的数量相比佛教徒会少很多 但随着华人不断的与世界融合 基督徒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但是由于不同机构的统计数据存在非常大的争议 所以目前没有广泛认可的数字 在海外地区依然以移民北美的华人为主 在国内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 一个是广大的农村 因为农民的生活圈子相对比较小 而且比较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 所以家庭聚会的形式 更能让他们的闲鱼时间在一起增进友谊 另一个就是移民城市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的崛起 大规模的造成运动 产生了很多的超大城市 作为城市的第一代移民 更需要人们相互之间认识和关心 这样就使得聚会这种形式有了丰厚的土壤 但是不管在海外还是内地 近些年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一方面基督教的迅速传播 很多的教会为了吸引信众变得没有底线 走上了邪教异端的道路 另一方面众多的教会兴起 需要大量的神职人员补充 使得从业者的素质与水平变得越来越低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明明这些牧师自己都没搞明白 但他们却信誓旦旦的想把你给说明白了 想一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遇到的是邪教异端 那些把教会当生意做的牧师会让你误入歧途 让你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如果你遇到的是烂鱼充数 那些照本宣科的牧师会让你失望透顶 怎么听都听不明白 其实仅这两方面的原因呢 还不足以造成今天的局面 造成今天的局面 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的腐化和堕落 对一个人来说 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对生活应该有起码的热情 对身边的人要有起码的尊重 对自己要有起码的要求 对人格要有起码的底线 诚实守信在古代是对一个人的最低要求 而到了今天 诚实守信对一个人却是极高的要求 这个世界变了 这个世界的人也变了 变得人们不再相互信任 变得人们不再相互关心 在一个以人为主体的社会中 人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 所以希望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努力 也不想学习 作为基督徒的他们会问牧师 信主了真能得救吗 牧师肯定回答 对呀 信主就能得救啊 他们又会问 那我没读圣经啊 没读完也能得救吗 牧师肯定回答 慢慢读吧 只要信主没读完也能得救 可能还有人问 我还没受洗呢 没受洗也能得救吗 牧师肯定回答 这个也能啊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一起被钉的其中一个犯人 也得到赦免了 也得救了 他就没受洗 既然这样 不读圣经也行 甚至不受洗都行 只要信了 到时候等着上天堂不就得了 现在流行的恩典神学 也宣称一朝得救 永远得救 所以出现了不参加崇拜 不做奉献 不祷告 不灵修 不侍奉 这样的佛系基督徒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 而比这更糟糕的是 这些人根本没有警醒 今天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 人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捷径 都不能偷懒 所以佛系是我们坚决不支持的行为 特别是基督徒 虽然圣经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晦涩难懂的 但这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由你的意志而转移的 为什么在旧约圣经中神会经常出现 为什么在新约圣经中神会派耶稣降临 因为那个时候前程的人还很多的 世界还没有彻底沦落 而到了今天 前程的人越来越少了 世界将要彻底沦落了 有些老人会说这样一句话 现在天高了 说什么老天都听不见了 其实就是当下最真实的反应 在这个末后的年代 我希望朋友们一起虔诚的忏悔 为我们的无知犯下的罪 上帝是慈爱的 上帝也是威严的 不要等把你关在门外的时候 还是一脸的懵懂 那个时候 谁都救不了你